講出來都不好意思 是我叫他娶我 他沒有求婚 沒有 我是跟他說 你要不要結婚娶娶我好不好 就好啊 就這樣子 我以為他是gay 而且我直接問他 哪有在直接問 因為我覺得這沒有關係啊 因為如果你是同志 我不知道同志哪裡好玩 我純粹就只是想說 如果你是同志 我趕快找我同志的朋友 帶你去玩 後來才知道是誤會異常 我很感謝我先生就是 他是一個很 真的是正面 正面的人不表示 他每天嘻嘻哈哈叫正面 不是每天那樣子 叫正面 不是喔 正面的人是 他可以很安靜 我現在是一個很安靜的人 事情發生了 他當然不會跟你說 沒事沒事寶貝 一切都沒事不會 就是我很喜歡他 就是說比如說像 其實我最近也是貓生病 前兩天才確定出來是惡性腫瘤 那我當場就崩潰什麼 然後我會整個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那他也就是會一個很冷靜 然後他也很難過 但是他是一個我覺得 正面是說 我們與其浪費那個時間在 在那邊 對的時候 我們趕快看下一步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面的力量 他也不會跟我說 沒事沒事他一定會好的 這種也是 多餘的安慰 對啦 也是有講究也好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 我更喜歡是跟我說 好好那我知道你很難過 但是說 也不要掌心太久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做事情了 對 要處理 然後做事情了 這樣 因為我是一個不理智的人 所以配上一個理智的一棒 他可以掌握 控制我 不要太超過我 這樣 在相處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 他什麼事情都是 把我放在他的計畫裡頭 他包括我的媽媽 就是我覺得他是有 有心 對 而且 有心會講是一回事喔 他在執行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是更感人的 很重要就是 你跟不跟著人合得來嘛 就是 對呀 有些人在愛在愛你在愛你 可是 如果每天吵每天吵 個性不合 這也很痛苦啊 對 剛好我們兩個 在於對於生活上的細節 價值觀這方面很近 雖然我們個性完全不同 但生活價值是很接近的 不會去在乎那些 你可能心裡想不到說 這是一個問題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什麼 然後他 他提出來的一些要求 我覺得 OK啊 我也可以配合啊 你有些要求 我可以配合 比如說他很high 就是因為他害羞 他不想在媒體前曝光 他希望就是有任何公開的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帶到 他可以我可以講他 我可以講他 但是不要帶他 他不要被拍到 那我也不要再公開 我自己FB放他的照片 對 這樣聊他他都OK 但是就是不要 對 要害羞 這樣 害羞 他就害羞 那我覺得我們朋友OK 我尊重你 絕對尊重你 可有可無的態度 我沒有 我沒有 絕對我好想結婚 我絕對好想要怎麼 不要結婚 而且有一點比較偏向不解 當時真的沒有遇到一個 你好想嫁給他那個 以前比如說 男生跟我求婚 我是害怕 我會覺得說 我會覺得說 還沒到 對沒有 好像 關心應該沒有到達 那個位 那個位置 對 這個就會讓我覺得 很不知道 一種就是 嗯 講出來都不好意思 是我叫他娶我 沒有求婚 他沒有求婚 沒有 我是跟他說 欸你要不要結婚 你娶我好不好 就好啊 就這樣子兩個 就下來就決定 好可愛 對啊 就是你要去就這樣 因為萬一他不要 你知道 就可以說我在開玩笑 對 之類的 對 可是但是其實當時是認真的 哪一個女生不喜歡浪漫啦 誰告訴我哪一個女生不喜歡浪漫 怎麼本來是也喜歡浪漫啊 只要是人都喜歡浪漫 人一也喜歡浪漫 只要是人都喜歡浪漫 那只是看你他喜歡 你喜歡浪漫的形式是什麼 他不會喜歡做菜啊 一些小點心 就是一些 你知道他們都有 小菜 小菜是人菜 小菜 對 所以每次一盒一盒 一大箱子 就一盒一盒給他 每次都給他 都會照顧我 然後我就說 啊 我連泡麵都很好 然後我還跟他說怎麼辦 我說 我不會做飯 我會覺得 也太可愛了 就說啊怎麼辦 我不會 而且我說我有可能這輩子 都沒有興趣學做飯 然後我不會做飯 所以我老公就可能 只是說 啊我娶你來 就是我娶你來 就是這樣做 就覺得 這對我來不是無敵浪漫的 真的耶 就是覺得這樣就好 你能理解我 然後 就很浪漫 不用你 然後 給我搞一個生日趴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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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